朋友们好,很荣幸您能看我的视频 今天分享豆腐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 做法虽然简单,味道却是特别的鲜香 一口一块吃起来比大鱼大肉还要香 老豆腐,内豆腐都可以这么做 豆腐切成这样厚薄均匀的薄片 不要切得太厚,方便入味 准备性感的小米辣切成圈 再准备几个蒜瓣切成蒜末 一把小香葱切成葱花 全部切好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调个料汁 一大手生抽 小半手的香醋 一勺蚝油 一勺白糖 再来点干粘粉 搅拌均匀 锅烧热放少许的油 先把豆腐煎一下 煎豆腐的时候 要来回晃动一下锅 这样可以防止豆腐相互粘连 把底面煎至金黄后 再翻面煎另一面 把豆腐煎成这样两面金黄 先盛出来备用 接着再把小米椒和蒜末 小火炒一下 小米椒和蒜末的香味 瞬间就释放出来了 然后下入煎好的豆腐 翻炒均匀 再加入半碗的清水 大火烧开转小火 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去 因为豆腐切得很薄 很容易就把汤汁吸收了 所以不需要太长时间 两分钟就差不多了 最后撒上性感的小葱花 这道菜就完美了 虽然是一道素菜 看上去却很有食欲 吃起来味道比肉还香 做到不好的地方 请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指正 喜欢的朋友帮忙点赞转发 支持鼓励一下 谢谢你的观看 关注订阅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